奉绝书圣明说话。 我们感谢主,我们现在进入到第十章。 那十章到十二章可以说是一个单元。 我们在讲单一里书的时候,我们说这一卷书可以分为两个大段, 当我们开始〉丽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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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与信仰上的挑战。 第七章开始主要是谈到他所看见的异象 所以从第十章开始到十二章 这是第二大段里头的一个小段 这一章有一些比较难解释的地方 我们也可以来看一看 我们先把他的顺序先来讲一讲 我们如果看十章的第一节 这是他看到 给这个神向但依里所启示的这个异象 这是有关大征战的事情 因为在第一节里头有这样谈 是指着大征战来讲的 那这里他说他明白这意象 那你如果看第二节开始呢 他就开始怎么说悲伤了嘛 悲伤了三个星期 然后在第四节呢 这里就谈到说正月二十四日的时候 他看见异象嘛 是不是 你在第七节就可以看到了 他说这意象唯有我但依里一人看见 同他的人呢都跑掉了 所以他在看异象的时候呢 只有他一个人呢 他看了之后就浑身无力 那他所看到的异象是什么异象呢 是不是跟第一节里头所谈到的 他所明白的这一个异象 是同一件事情 那如果他明白 他是怎么明白的呢 因为后来他在看异象的时候 他都需要这个神来帮助他 天使来帮助他明白的 因为后来他在看异象的时候 因为他需要这个神来帮助他 他明白的 所以我们在看第十章的时候 他谈到说这个异象 就是第七节里头所谈到的 这个异象是借着神的帮助之下 他才明白的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 第一节是一个简介 是有关大征战的意象 当你你在看的时候 他是开始是没有办法理解的 后来有这个 好像人子的 这个人来帮助他明白 那他的意象的内容是在哪里 就是第十一章 从第二节开始 因为这里在谈到这个南方王 跟北方王的事情 这应该是谈到这个大征战的意象 那这个十二章 那就是谈到有关末了的事情 所以我们如果看第一节 那是保佑你本国知名的天使长 米加勒必站起来 并且有大艰难 从有国以来知道 此时没有这样的 你本国的民 反民路在车上的 必得拯救 那在这一段经文里 十二章里头 重点是放在那些被拯救的人 那些属生的人 他们的行动 虽然恶势力 还是不断地 这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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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快要说 这个属生的人 最后他们都得胜 好 我们现在看回 这个第十章 那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是需要来回答的 我们在看这个 丹尼里书的时候 那个 加勒必 这个天使长 是神拆派他 来给丹尼里 智慧的 这个死者 我们可以来看 这个第八章 我们可以来看这个第八章 我们可以来看这个第八章 第八章的十六节 我又听见乌来河两岸中 有人呼叫说 加百列要使此人明白这一项 所以这个加百列是被神拆派来去让 但以理能够明白异象的使者 那我们如果看第九章 我们看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 我正祷告的时候 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加百列 奉命迅速飞来 约在先挽记的时候 按手在我身上 这里谈到说 这个加百列 他来帮助这个 但以理能明白异象 那在第十章里头呢 那到底这个 这个好像人子的 他是谁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 第十章的 这个 第 第五节 他有这样讲 在这里说 他看见一个人穿 这个什么 西马伊的 他在这里说 他的腰竖着这个 金带 就是无法 金金带 他是这样讲 那他这个人呢 他后来我们看 这个第十节 他说有一个手 按手在他头上 我们说 这是不是同一个人呢 当然我们再看 十六节 他又再谈到说 这个 不离一位像人的 摸我的嘴唇 我便开口 像他站在我面前 就说 我主啊 因见这一项 我大大的 照顾 好 无机力 好 第十八节 又有一位 又有一位 一位形状 像人的 又摸我 使我有力量 我们这样看的话 我们一般都会说 这一定是 那个人子 好像人子的 那一个 在一项看到的 那一个一项 好像人子的一项 那这个跟启示录 那个约翰看到的是相似的 但是问题是这样 如果这是一个人子的意象 为什么呢 他好像 这个 我们说 这个波斯的军 可以阻挡他 我们看 十三节 第十章的 十三节 十三节 但被 波斯国的 这中文是叫了 魔 魔是没有的 波斯国的 魔军 拦住我 二十一日 不难有大军 中的一位 米迦勒 来帮助我 我就停留 在波斯 珠王那里 我们说这个像人的 这个被阻挡了 我们说 我们说 如果这个人子 跟启示录 人子是相似的 为什么会被阻挡呢 我们再来看 这个二十节 十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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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节 他就说 你知道我为何来 见你吗 现在我要回去 以波斯的 魔军 正在 我去后 希拉的 魔军 必来 没有人来帮助他 所以这个困难点 就是在这里 如果是人子的话 那为什么会受阻挡呢 所以这就造成一些 我们说一些 也不是争论 这有一些 不同的看法 那我们可以这样想 如果我们根据经文来看 是指着人子来讲的话 这个好像人的 这个人来讲的话 他就被阻挡 这也不奇怪 这也不表示说 他这个 我们说如果是人子的话 不表示说 他没有力量 因为这里是谈到说 这个人子 要来帮助 但以理明白神的话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受到阻挡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受到阻挡了 他受到阻挡了 那小弟认为说 这个是用这个例子 来讲明 神要帮助我们 明白 他的话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时候 人有很多的软弱 让神没有办法 很顺利的 让我们能够明白 神是无所不能的 没有人能够打败他 也没有人能够阻挡他 但是神也是有原则的神 很多时候 他的帮助 就是在于人 愿不愿意服从他 我们举几个例子 我们说他们要进迦南地 他们征负了 野利哥城之后 那是大城 你发觉到说 他们其实没有动刀兵 只是绕城而已 尊照神的吩咐去做 那后来 那城就倒了 但是进入到第七章的时候 要攻打这亚一城 这是小城 但是到第七章的时候 他们要进入到第七章 他们要进入亚一城 这一城是小城 而在这一刻 他们失败了 他们甚至继续 一些残验 里头有罪行 就是亚干犯罪 那你这样看的话 就是说 这个百姓 被战败了 不是说神没有能力 因为人没有好好顺服神 让神来帮助他们 我们如果在看 这个读书的第十章 他会谈到 他会谈到主党的事情 这个过程中 面对很多困难 所以这一章 其实就是在讲明 这个重点 我们现在来分断一下 我们来分断一下 这一章 这一章可以分为两大段 我们可以分断这一章 这一章到第九章 那第二章呢 就是第十到 第十一章的第一章 那我们说 第一章是他先看到 这个人子的意象 这个荣耀的人的意象 那第十节开始 到第二节 就是有关 有人说是有关 这个波斯跟希腊的意愿 那小弟不认为是这样 重点应该是放在说 神如何让丹尼里 来明白这个意愿 这应该是成为 我们以后 明白神 意愿的一个模式 我们现在来讲 因为这里有一些重点 我们先提一提 那第一点就是说 因为他 我们看到第二段的时候呢 是有关 这个波斯的军 跟希腊的军 那这个 这个荣耀的人 要跟 这个两个军 来争战 我们说 这个不是地面上的 一种争战 我们要从 这个领受神的 这个智慧 领受道理 这个 这个角度 来去看 那为什么要谈到 这个波斯呢 然后再谈到 希腊 他没有谈到 Babylone 他没有谈到 以后的这个 罗马 帝国 听得到吗 他特别提到 两个 两个国度 就是波斯国 跟希腊 我们如果看 这个 看回 这个第八章 因为 第八章 有谈到 这个波斯 那从这里 波斯 马 马 我们发觉到 什么呢 他 这是 至高 至大的 我们说 他曾经 谈到说 这是 这个 公棉羊 它有两个角 对不对 我们说 有一个 长得比 另外一个 更高 是 后来 才长起来的 我们说 他们已经是 我们说 这就是 权力的争斗 我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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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个国度里头 就有这样的 一种 现象 所以 圣经才说 他们是 至高 至大 我们 我们 我们从 单一里 的书 第八章 这样来去看 波斯国 的话 我们了解到说 他可以代表 这个 骄傲 一种 斗争 如果我们 在看 希腊 那也是 相似的 而且 我们如果 看 圣经里头 这是可以代表 一种 智慧的追求 知识的追求 其实 的确是这样 我们如果 查考历史 等等 发觉到说 的确是这样 这些外邦 国的国王 都野心 很大 那很多时候 都是要 高抬自己 要让 周遭的人 都认识 他 他是 与众不同 我们可以 再这样讲 我们如果 从这样的角度 来去看 第十章 的话 有时候 人在领受 神的话语 的时候 为什么 不能够 明白呢 或者说 神为什么 不把 这些 所谓的 这些 提示 来向我们 显明呢 我们可以说 我们可以说 这个跟我们的 心态有关系 因为我们 因为我们 心中 骄傲 我们 有 野心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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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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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呢 我们 所看重的 是世界上的 知识 而不是 我们所说的 圣经的真理 因为我们 我们 也讨厌 我们 我们 在讲 圣经的时候 世界上的 知识 是一大堆 但是真理 一点都没有 所以这就成为 一种困难 让我们 没有办法 真正 明白到 圣经的 这些 宝贵的道理 在这一章里头 有特别提到 第十章 是大蒙 倦爱的 他这里谈了两次 第一次是 第十一节 第二次是 第十九节 那么在大蒙 那就是说 这个人是被神 接受的 神所喜爱的 那为什么神会 这么喜欢 这个 喜悦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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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尼里呢 我们可以知道说 他是一个 守道的人 守诫命的人 他是尊重神的人 而且他是一个 非常谦卑的人 就像我们谈过的 在第二章里头 他能够解梦 他说 不是因为我的能力 是因为神 赐给我智慧 为了要拯救 如果我们看 这个第十章 的十二节 他就说 丹尼里 不要惧怕 因为从 你第一日 专心求明白 将来的事 又在你身 面前刻苦己心 你的言语 以蒙音韵 我是因你的 言语而来的 这里说 神面前刻苦己心 其实在另外一个 翻译版本 也可以讲成 是说 在神面前 谦卑自己 难怪他每次 一求神的时候 神就很愿意 让他来明白 你看起来 好像神不犹豫 就让他明白 其实这个第十章 那个模式 那重点 是放在说 我们要明白神的话 我们要学习 这个丹尼里的 好榜样 首先要成为 在神眼中 是一个大蒙 倦爱的人 然后在神的面前 要不断地谦卑自己 那这样神就会 让我们来明白 但是我们发现到说 现在我们的心态 跟丹尼里不一样 那如果有骄傲的话 有野心的话 那又不尊敬神 那真的是没有办法 明白道理 以这样的心态 来查搞道理 最后不单只 不能够明白神的道理 最后一定会变成 反正在这样的心态下 来查搞道理 是害了自己 我们常说 我们要努力 查搞圣经 这是正确的 但是我们的心态 查搞圣经的心态 明白神的主意 这种心态更重要 我们要知道 那这里有谈到这个人 他是怎么样的 他穿着是什么 比如说什么衣服 等等 带的是什么 什么金 等等 都有谈到 比如说穿四马衣 这个腰带 是金金 而且是乌法的金金 他身体呢 如水仙翼 面貌如闪电 眼目如火把 手和脚如光明的铜 说话声音 如大众的声音 我们可以这样说 这个就是神的属性 神的公义 圣洁等等 我们要明白道理 我们全要有这个 荣耀人的这种性情 有了这个性情 我们去了解道理 才不会偏差 那我们也可以这样说 我们了解道理 为了是要帮助自己 让信心 能够被建立起来 对主有更深入的认识 跟了解 那我们说 这样我们才能够 帮助其他人 所以这里 从第四章 让我们发现到说 这个了解神的 这种智慧 或者能够进入 神的道理当中 这个方法 跟世人的完全不一样 但是这个并没有否认说 努力查考圣经 但这个需要 也没有否认说 对经文的了解 他也没有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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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说 对经文的了解 是重要的 所以我们要从这一个方面来看它,来去了解它 我们现在来简单讲一下这两大段 第一段是第一节到第九节 我们已经谈过了他所看到的一项是指着大征战来讲的 就是指着第十一章里头的内容来说 当时,但你里看了之后就非常伤心 他一定看明白了才会伤心 如果我们说他所看到的这个大征战意象是指着十一章里头的内容来讲的话 他的意象一定是关乎到他的子民的事情 那如果是跟他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事 他为什么那么悲伤 为什么会连食物都不吃呢 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不是在讲历史的事情 我们有谈到一个观念 我现在小弟再重复一次 一言里头的历史只是影额而已 那这个实体就是将来在教会里头将要发生的事情 才是实体 好,我们再看回来 好,我们再看回来 那过后呢,在这里第四节 有谈到这个底个理事大河 那这一条河在圣经被提到的不多 那这一条河在圣经被提到的太阳 它是在伊甸年 你如果查看这个创世纪 它有河 有四条河 其中一条就是它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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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gris 就是这个 底个理事 如果我们回到 Genèse 在圣经被提到的 它有四条河 其中一 一条河 当然 这个是在《创世纪》的二章十四节里头 有谈到的 那为什么会谈到这一条河呢 这是第三道河 这个 二章十四节 有谈到 这第三道河 名叫 底个理事 那它是流到 这个亚树的东边 12节 留在亚树的东边 那这个 我们说 既然是 伊甸年里头的一条河流 当然就是跟 伊甸年里头的事情有关系 那还谈到说 流到 这个 亚树的东边 那我们也知道说 这个亚树 在历史当中 神的选民的历史当中 是敌对神的 我们可以说是一种恶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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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当然了 神也新起亚树来攻打北朝就是了 但是他并没有尊照神的 那个意识来去做 但是他并没有尊照神的 所以在那个 在那个 在那个 什么 伊赛亚书 有特别交代这件事情 那我们如果看 这个 伊赛亚书的第十章 他就有谈到 从第五节开始 有谈到这样的事 所以我们这样看的话 我们就知道说 其实这些细节 都指向什么 都在指向说 以后在神的国度里头 这样会发生的事情 我们解释这个意言 当然有一些原则 是圣经里都可以看到的 我们说 当然要圣灵感动 我们才能够了解 这是对的 但是这一个 是很广泛的 一个讲法 要怎么把它讲得清楚 那是很重要的 就好像我们看的 启示录的十一章 有很多时候 要用灵意来去解释 那要讲它的话 要用灵意来讲 一定要根据 教会所领受的 这道理的模式 来去看 来去看意言 这样我们就会 更加的清楚 更加的明白 那他看见这个意象之后 只有他一个人 其他人都跑掉 所以就浑身无力 就浑身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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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就浑身无力 那我们如果看第十节 我们看第十节 那这时候 就有人来摸它 那他就 就起来了 但是 这个 这个膝盖和手掌 支持 围起 就是还是在发抖的 英文是在发抖 那然后就跟他说 要把这个智慧 他求明白的这件事情 来应验 来答应它 我们来看 第十章的十四节 十四节 现在我来 要使你明白 本国之民 日后必遭遇的事 因为这意象 关复后来 许多的日子 那重点放在哪里 本国之民 日后必遭遇的事 那当然 那时候 他 听了之后 当然就是 觉得 没话可说了 我们看十五节 他向我这样说 我就 这个脸 面朝地 假口无声 他听了之后 没话说 就 然后 他就 没话说 他就 他就 没话说 他就 他就 下了之后 他就 那后来 十六节 就谈到 有个象征式的动作 这个象人的 就摸他的嘴唇 他变开口 像 站在我面前 说 我主 我主 因见这一项 我大大 仇国 毫无力量 然后呢 这一位 一位 形状 像人的 又摸他 使他 有力量 使他能够 坚强 然后还说 他要再回去 跟波斯军来争战 然后再跟希拉 来争战 然后再跟希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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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我们刚才所讲 我们在看这一章的时候 这重点就放在说 这个天使 好像有人的信仰 这位要来把智慧赐给他 有一个重点 我们在这里提 我们结束之前 要提一提 我们都知道 这个加百列 是天使 我们如果看 九章的二十一节 他英文 是有谈到 他是人 把他形容成人 那一位 他比较成人 那在第十章的时候 这个天使长 米加勒 其实跟那个加百列 也是一样 也是天使长 但是却被称为是君 prince 在第八章的十六节 我们谈过的 那在第九章 这个人 来让他明白 这个字 我们可以去查一查 它有不同的意思 这个人 这英文里的人 我们也可以说 其实有时候明白道理 也是要从周遭的人 来去明白 有时候是神 直接让我们明白 就好像第十章里头 所谈到的 但是我们知道 第十章是谈到 要让丹尼里明白 这个意象的意思 受到军 受到军 和这个 希腊军的主党 在这个军 这个军可以代表 有地位 有身份的 我们可以说 带领的 我们也可以这样 得出一个结论 有很多时候 道理不能够 明白 或者讲不清楚 跟带领的人 有关系 可能是他们的 心态的缘 或者是他们的 追求的方向 都会阻挡到 教会明白神的道理 所以我们 当然这个包括 我们在内 我们要在这些方面 特别的精神 真的要学习 这个丹尼里的谦卑 真的是 服在神的面前的 在生活当中 追求一个 成为 在神眼中 大蒙 见爱的人 所以这第四章 一些教训 我们可以从 从第四章 能够学习 这些教训 好 感谢神 那我们下一次 再来谈 十一章 跟十二章 我们现在一起 这些教训 叫